可能你现在在听的是雨后阳光 Raymond & 汪友的直播节目 希望大家帮忙点赞、订阅和分享 记得把这个频道和这个频道的节目分享出去 这真的是靠大家的帮忙 多谢大家的支持 好了,现在来讲一下太空游的事情 其实这件事是周五的时候爆出来的 警察在长沙环的宫下 就堵破了这个太空游 这是新兴毒品的制作工厂 破到的其实不是很夸张 刚才在加拿大破出来的那些 就是数以百公斤计算的 这个太空游就只有1.5公斤而已 但是在香港来说的数量也很高 就是头九个月减获总量的一半左右 拘捕了一个无业的青年 香港众道控制中心的医生透露 现在就是调查中 今年三宗 因为太空游主要成份伊托米芝的致命事故 社工就出来说了 就是太空游近日大幅降价 年轻人就当是社交潮流地分享 这个中毒控制中心的个案就显著上升 最小的小朋友 即是有剔刀就是12岁左右 他们检获的东西是怎样呢 有1.3公斤就是伊托米芝的粉末 大概200毫升的液态伊托米芝 有362个有液态伊托米芝的烟蛋和加工工具 毒品调查科 复活行动处理警司 暂耀光他就说 这个毒贩就将伊托米芝的粉末 混入不同香味的金油 Angeli Mac 现在解释太空游是什么 就是伊托米芝的粉末 混入不同香味的金油 再加热形成液态的伊托米芝 这个液态的伊托米芝就叫做太空游 接着呢 就是他再进入那个电子烟的烟蛋那里卖 那么 这个涉事的工厂大概运作了一个月左右 环境就简陋 暂耀光他就说 这个土法制造的太空游的份量 是有可能会致命 那么政军分裂员就说 吸毒当社交潮流是这样的了 其实一直都有这些东西的 那 暂耀光呢 他就说 今年首九个月一共检获 2.8公斤的太空游 今次检获量已经去到一半 那么被人拘捕那个二十岁姓邓的无业男子 就被控一项管有第一步毒药罪 那么昨天就已经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了 那么 这个 伊托米芝是什么东西来的 其实这些是麻醉药来的 这些是麻醉药 在大陆呢 也有太空游的 大陆也有 是的 大陆呢 有些人呢 早几年就叫这些做烟粉 最初不是叫太空游的 这种伊托米芝在大陆 早几年其实已经 疫情期间已经有人搭取的了 那么就叫这种做烟粉的 那么殉坤就说 加烟税搞到非法烟創了多几间 那就不关事的 这个 这个说法是 不全面的 我认为 这个伊托米芝是什么东西来的 其实它是 催眠剂来的 这些是 那么 大陆也有太空游 那么如果 你 吃这个太空游的烟蛋 被 警察抓了 那是会被人送去强制戒毒的 这个是 在台湾地区 台湾地区这种东西就叫做丧丝烟蛋 或者 就是丧丝毒品 或者叫上头电子烟 这种东西是疫情之后才运到台湾地区的 其实就 有 不同地方都有这些东西的 那 你说吃水烟 吃水烟那些是不同的 我也要说 就是吃烟草制品 或者是 含有尼古丁的制品 这些是隐品来的 就是 你说是不是会对人造成很大的伤害 肯定就没有 这些太空游的伤害那么大了 那么 伊托米芝在很多地方都是 处方类药物来的 那 是不是很严重呢 那 那其实 根据保安局禁毒署他说 就是这个太空游 是那些毒犯巧纳明目 推出的新兴毒品来的 那就是没有标准成犯 那 通常里面就有伊托米芝 是要经医生处方的麻醉药来的 那伊托米芝就受法律监管的 就是法律管制的 是第一步的毒药来的 这些药是有功能的 就是有效的 那 太空游还可能会做其他东西 包括大麻和K仔 陆安童 那 根据保安局那边的说法 就是太空游会严重损害身心健康 包括令人上瘾 失忆 抽搐 昏迷甚至死亡 所以吸太空人等同吸毒 那这些是吸毒的了 那伊托米芝或者其他毒品 都是受现行法律严格监管的 就不要以身事法 那 其实上个星期立法会也有提过的 就是吸食太空油的问题 那 这个 立法会那边 林素卫議員问的 他说太空油是一种非法混入有害物质的烟油 主要成分通常是法例要求 必须经过医生处方的麻醉药 伊托米芝 任何人非法管油和使用这些物质 都是违法 据报太空油 就多以电子烟吸的方式去吸食 能令人短暂快感和上瘾 那在去年开始 就在年轻人困体就兴起上来 那有卖家 就在社交媒体平台公然贩卖太空油 那 问那个问题 问保安局的问题 有三个 第一个 过去三年分别有多少人 因为非法售卖和管有太空油被捕 那就叫他按年龄 以列表 出分项的数字 那会不会将伊托米芝 立入危险药物条例 第134章的管制 如果会长程是怎样 如果不会就怎样呢 第三就是当局有没有措施防止市民 尤其是青少年吃太空油 例如加强教育和主动采取放射 这个执法行动 就是毒品放射 那些我就是国际眼诚这样做的 如果你说 之前好像我说的 你卖 没有能源标签的 省电胆 那些 LED灯胆 那些要不要 就是放射的 我认为没有必要 哈哈哈哈 保安局的回复是怎样呢? 就是前线禁毒人员 就注意到 太空油在疫情之后 在香港出现了 在大陆就是疫情期间已经有了 所以就是 为什么说这些东西就是 在大陆 有些人想了出来 在大陆买过是可以的 接着就 运来香港 以及运去台湾地区买的 源头这次 这个太空油这件事呢 或者是烟粉这件事 因为伊托米兹是叫做烟粉 他们烟粉是怎样呢? 就是塞在烟里吃的 其实就是 所以他们那些是不一样的 那么 过去三年有多少人被拘捕 他们有整个附件出来的 但是当然我看不到 可能在立法会议员也看到了 那么 其实就是 施政报告那里 就说会加强对伊托米兹的管制 现在保安局就建议把伊托米兹 立任危险药物条例 第134章去管制 已经征询了 禁毒常务委员会和相关的持份者 目标就是2025年 上半年就完成 把伊托米兹列为危险药物 就是毒品 到时非法管油或者吸食 吸服服食注射含有伊托米兹的太空油 最高刑罚就是监禁7年和罚款100万 泛运或者非法进口该等物质 最高刑罚就是终身监禁和罚款500万 现在就不算是毒品 但这些其实是毒品 法律上说不是 法律上说不是 不等于不是对人体有害的东西 这对人体的伤害当然是大了 其实就是 政府当然是有关注 这个新兴毒品的趋势 这是保安局的回应说的 除了透过立法家强对伊托米兹的管制 政府已经迅速从减少需求和阻折供应 两方面不为余力地打击太空油 预防宣传和教育就是减少需求的方法 也是禁毒工作的第一防线 对太空油在年轻人之间兴起 已经在学界展开工作了 保安局禁毒专员年中去信 全港中小学 提升学界要对以电子烟级吃太空油 加以警惕 保安局禁毒署 也在学校禁毒预防教育讲座 和互动剧场加入 太空油和害的资讯 为了进一步提升学界和禁毒业界 对太空油的警觉和应对能力 禁毒署联同医院管理局香港中毒控制中心 和一间前线社会服务机构 在8月和10月揽用太空油问题 举行了两场研讨会 大概500人出席 研讨会上有不同的专家和禁毒业界的同工社工 和来自超过100家中小学的教职员 分享年轻人滥用太空油的现象和祸害 并且预防吸食太空油和处理吸食者手法交流意见 在这个讨论会之后 香港警务署毒品调查科 就向全港学校发放有关太空油的资讯图 资讯图当然也是懒人包的 其实是懒的 有些人当然是懒人包 针对年轻人多以电子烟方式吸食太空油 香港吸烟与健康委员会主席 亦在上述其中一场讨论会介绍 电子烟的害处 其实有些我觉得要重新想一想 有些事情是... 如果你一刀切 现在一加热烟、电子烟是犯法的 现在是犯法的 那你... 如果是... 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是不是真的很容易 可以知道那些年轻人就剃烟呢? 又不是这么容易的 那... 公众宣传方面 为了加强公众对太空油祸害的认知 香港赛马会禁毒资讯天地 9月中新设置了太空油专区 展示太空油毒害的宣传影片、刊物和剪版 禁毒署由年中起推出多篇说明 太空油毒害的社交媒体铁文和动画短片 警惕大众特别是令年轻人认清他的毒害 这个动画短片也上载到禁毒署网业和社交平台 禁毒署也呼吁禁毒机构多些播放 因为太空油最近滥用的情况 继续连同禁毒常务委员会和其他部门和社会各界合力 加强相关预防教育和宣传工作 在阻折太空油供应方面 执法部门已经加强各种巡查 包括网上巡查 采取情报主导的执法行动 警方在过去的暑假 减获2.17公斤声称是太空油的物质 警方在10月在大角咀 倒破一个作为毒品储存和分销中心的住宅单位 减获太空油和其他毒品 之后在伊托米兹立入危险药物条例第134章管制之后 执法部门就会再加强全力打击相关罪行 他就是这样的 好了 这个也要讲一下和害 香港中毒控制中心独理学 参考化验室顾问医生张耀军 有出席记者招待会 是警察开的记者招待会 他在查三宗怀疑太空油致死的病例 那么 张耀军就说 如果 死亡病例疑似 跟伊托米兹有关 而验出有伊托米兹 以及其他 没有其他疑似致死的原因 就会将病例 列为疑似和伊托米兹有关 他就说 伊托米兹是入门级的毒品 会令濫用者对其他毒品的看法改变 增加接触使用毒品的社交圈 改变大脑的奖励回路 令他更容易尝试其他毒品 这些都是会的 我认为是麻烦的 曾经在公立医院急症室做过的医生李福基 这是媒体报导 他说伊托米兹以往 主要是急症室或者麻醉科 用来麻醉的 很多时候 都是直接打到血管那里 那么 对于怀疑 有个案因为 吸服太空油死亡呢? 李福基就说 吸太空油 有可能出现头云失去知觉 或者呼吸困难的症状 估计就是影响呼吸而致命 但是具体死因要按照相关的数据 才可以判断 这样 香港医院药仔师学会的会长 蘇耀华接受媒体访问 他说 服用伊托米兹 会导致心跳减慢 血压降低 也会减慢呼吸 如果和酒一起服用 会导致呼吸进一步减慢 或者会导致死亡 这类药物也会减少分泌压力 荷尔蒙 长期服用的人 如果患细菌感染这些疾病 身体会因为压力 荷尔蒙不足 而来不及反应 从而增加死亡风险 长期服用 伊托米兹也会导致血液缺甲 从而导致心律不正 致死 其实是很严重的 很严重的 那 这个清协青年维法防治中心督导主任梁少奇 他接受媒体访问 他说 留意到涉及太空油的个案增加 前线社工接触的个案 最年轻的只有12岁 其实这些我们之前也说过 那些事情 这些我们也... 很早之前也提到 其实... 疫情期间已经很夸张了 那些毒品快餐车做到 是成行成市的 现在媒体报道的那些毒品快餐车 叫他们做车长 快餐车车长 那些毒品快餐车长 你说他的氾滥程度是有多厉害的 其实就 好了 这个... 就是... 近这三个月 根据前线社工说的 那就是... 很多 太空油的价钱也跌了 以前一支烟油半年前 大概600元 现在半价 三个 越来越多年轻人 就对太空油 就产生了兴趣 甚至当成潮流文化 那梁绍琦呢 他就说 吸服太空油的隐蔽度比较高 加上这个药效 就快来快去 买得较简 hoch 随幻的 轻ып�� 持续不能 有一半多分钟 吸服的会无人知道 那里 导致年轻人轻视他的严重性 因此 较小个案 主动求助 现在当然 都是要家长自己看得懂 老小的 如果子女或者學生出現抽搐 這些怪異的舉動,就要多加留意 有需要的時候,就求助學校社工或者報警 學校社工的部分,之前也有節目說過 現在很嚴重 這件事情,我去年的時候已經說過了 有很多事情在香港這個社會是一環扣一環 我提出來的時候,當然是有 做社工的人,或者在學校做的人 告訴我,現在是很嚴重的 那... 為什麼會這麼嚴重? 其實就是 有一群人 離開了香港之後 這個大家要回頭去看 有一群人離開了香港之後 你要知道 有很多他們遺留下來的洞,其實是沒有填上的 而且也不是你說我輸入那些優材 就可以填上那些洞 香港的社會是很複雜的 不是... 你說我隨便找一些人,可以一個蘿蔔 一個坑,拔掉蘿蔔,塞另外一個蘿蔔下去就行 不是這樣的 還有,學校他們的社工現在有很多是有離職潮這個問題的 這件事情很少有人說的 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 學校社工怎麼跟學生有建立這個關係 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如果一個本身在一間學校做的社工 他離職之後 那些案件要交換到另外一個社工 你起碼要花一年到一年半的時間 才可以建立那個信任 所以你中間有一段時間 那些問題就會越來越嚴重 這件事情我去年的時候 就跟大家說過了 如果你一直有聽開節目的 你就會知道我去年的時候這些事情已經有說過 這些毒品 衍生出來的問題 其實我兩年前已經有說過了 在香港這個地方為什麼會有人這樣反映 因為有人反映給我們聽的嘛 叫我們講一下這個話題 因為他們看到這個問題很嚴重 而且是沒有人處理的 有一段很長的時間也是 所以就是這樣 Kokimi就說吸毒難搞 吸毒背後的問題就更加難搞 這個是... 難搞也要處理的問題 你不可以說它難搞也不處理 對不對? 好了,講到這裡其實就差不多了 不過這個太空油當然是傷身 而且你要想一下 以前你買瓶咳水吃 咳水上面也會有警告的 就是說 你服用了這個咳水就不要 開車或者操作其他機械 有可能有危險的 因為你會暈暈地的時候 其實本身就是一件有可能發生危險的事情嘛 是不是? 就是你現在拿了這些麻醉藥的東西 你想想一下 我自己剝牙的時候 也試過做全身麻醉 麻醉了之後 整個星期的人都是溫溫的 等等 無緣無故就找這些事情來搞 那有什麼意義呢? 是不是? Sand Pig Lam 說 見一些社工學生很難跟新社工 溝通 其實如果是有新的社工去剃舊的社工 他第一年半什麼都做不到的 實際上是 因為他要相信社工 才會將一些事情說給社工聽的 其實是 這個是 現實問題 明白嗎? 就是有些人是 求久期吧,不管吧 或者覺得吸毒的人是活該 但是吸毒後面的原因是很複雜的 不是說他去碰毒品的那個人是活該的 有些人在這個世界是誤入歧途的 河虎就說咳水現在也貴 也已經沒什麼人游了 現在有很多地方 連咳水也禁賣 我住在這裡 乾咳的咳水是禁賣的 現在只是賣一些糖漿給你 他說糖漿可以幫助你咳得沒那麼辛苦 他把一些草本的東西放進去 然後又甜 我是喝那些 潤喉的東西吃的潤喉的東西 最近吃了太多糖 最近 搞到身體有其他的問題 好了,算了 說到這裡 今天的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那麼今晚呢 有可能 五點鐘的時候就有 藝民或者是恆家餅 還沒確認 還沒確認 有可能是藝民 有可能是恆家餅 恆家餅是優先的 就是一定要說恆家餅是優先的 因為恆家餅他有一個話題 他就說想說 那麼 我叫他上來說說 如果他答應了恆家餅的話 他說可以說 那就說吧 如果不說就遲些說吧 好了,多謝大家的支持 今晚再見 但是八點鐘就沒有麗莎姐 麗莎姐就要休息一天 也要休息一下 天天做都很辛苦 就這樣,拜拜 好,三下 母親 好,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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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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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